日月神教的开山鼻祖是谁 创出西星大法 西干段玉的毕生魅力 在《笑傲江湖》里 任我行曾说过 我这门神宫 实创者是北宋年间的逍遥派 后来分为北明神宫和化宫大法两门 作者案 请参阅天龙八部 休息北明神宫的是大理断氏 那位断皇爷 初决将别人毕生休息的功力 吸了过来作为己用 似乎不合正道 不肯休息 后来读了《逍遥派》一位前辈高人的遗书 还明白了这门神宫的治理 你看 金庸确实在《笑傲江湖》里提及了逍遥派 还提及了一位姓段的皇爷 显而易见 这位姓段的皇爷就是段玉了 他宅心仁厚又是一国之君 继续休息 巧取豪夺的北明神宫 似乎不合正道 这才停止修炼 不过任我行 还提及了另一个关键所在 即他得了段玉的遗书 段玉为何要写遗书 既然遗书上有北明神宫的修炼之法 为何会传到任我行的手里 而不是传到段玉后人的手中 很遗憾 金庸并没有耗费笔墨详细阐述这一个故事 否则若扑开来写 恐怕又是一部经久不衰的武侠剧作了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能够通过金庸留下来的蛛丝马迹 去窥探一些隐藏故事 笔者认为 有一位高手通过特殊手段 获取了段玉的遗书 他不仅吸干了段玉的毕生魅力 还成了日月神教的开山鼻祖 在新修版天龙八部的末尾 段玉本带着王羽燕 钟灵 穆婉青 小蕾 梅兰竹菊 一起返回大理 可走在路上的王羽燕 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不断向段玉提问 还鬼使神差地要求段玉去找一本 能够长生不老的神书 段玉武功虽高 但怎么能找到不老神书 于是王羽燕大闹一场之后 愤然离去 在王羽燕再次出现在读者眼前之时 他已经陪伴在慕容父的身边 金庸的言外之意很明显 他让王羽燕抛弃了段玉 转过身来和慕容父结为夫妻 尽管慕容父疯疯癫癫 和王羽燕的眼睛里 却散发着幸福的光芒 天龙八部的故事 写到这里就戛然而止 不过读者仍是一游未尽 的确慕容父看似疯了 但也有痊愈的那一天 这就让后世江湖充满了变数 更完美的是 在金庸的改动之下 九魔智返回土国前 竟将怀中的小无相公 交到了王羽燕的手中 王羽燕本就通晓 各门各派的武功 如今又得了能够 催动天下武学的小无相公 只要他愿意 完全可以联手慕容父自创武功 甚至开山立派 加之王羽燕貌若天仙 妩媚动人 稍微动动脑筋 就能从段玉那里 得到北明神功的修炼之法 然后再传给慕容父 当然可别以为 王羽燕不会这么做 你要知道 慕容父可是 王羽燕的杀某仇人 但王羽燕 依旧鬼迷心窍地 与慕容父洞防花竹 为了能让慕容父 从镇雄风东山再起 笔者有理由认为 王羽燕会在慕容父的影响之下 性情大变 他和慕容父 不断钻研北明神功 合创了日后 威震武林的西兴大法 后来在王羽燕的算计下 引来了段玉 趁段玉沉迷于美色之中 躲在暗处的慕容父 猛地发起了突袭 将段玉的毕生魅力 吸得干干净净净 此后 慕容父以西兴大法 和斗转星移作为根基 不断招兵买马 最终成了日月神教的开山鼻祖 你看 七星大法 斗转星移 以及日月神教 都含有日月星辰 可见慕容父对日月星辰 有多么情有独钟 另一边的段玉 魅力尽失就算了 他还发现王羽燕 竟为了慕容父来陷害自己 万念俱灰的他 无心朝政 所幸避位为僧 在天荣寺里 与清灯古佛度过了余生 这样一来 射雕英雄传里 一个前后矛盾的剧情 就能解释得通了 原来 一灯大师曾说到 这次课本领甚高 尤其清宫非同小可 大力国中除我之外 再没第二人 有此功利 此时的段玉尚在人间 但一灯大师却认为 自己是大力国第一高手 只因段玉在数年前 就被慕容父吸干了内力 故得不佩服 金庸武侠小说的剧情延伸 任我行的一段话 竟隐藏了如此之多的精彩故事 着实妙不可言